接下來就是真正的要去做計算 算如何為酸減中和 有這麼濃度這麼多的鹽酸 需要這麼濃度的計劃多少毫升才能夠完全中和 那麼就是要計算中和 我們講過什麼時候叫做恰好中和 輕粒子的末數等於輕氧跟粒子的末數 我再說一次我要的是輕粒子末數跟輕氧跟粒子末數 我不是酸的末數等於減的末數 所以我要注意一個酸會有幾個輕粒子 一個鹼會有幾個輕氧跟粒子 一個鹽酸有一個輕粒子 一個輕氧化拉有一個輕氧跟粒子 所以表示他們的末數都怎樣 一樣 他末數都一樣 那因為一個是成一嘛 因為一個是成一 兩個就要幹什麼樣 成二 OK 所以顏色末數 成一就是輕粒子末數 輕氧化拉末數成一就是輕氧跟末數 那問題怎麼算末 以前教的怎麼算末 給的是濃度 給的是體積怎麼算末 末濃度成一濃度 體積來算末 所以就往裡面打 所以就往裡面打 好 鹽酸的濃度成鹽酸體積 體積要用公升做單位 所以反正要換成公升 假設他有X公升 那或者是你寫X毫升 那再處理1000也可以 然後鹽酸濃度成鹽酸體積 就是鹽酸末數 我會給他寫乘1 乘1有成為成不是一樣 因為我要寫乘1 體積自己 我要注意一個酸有幾個清理者 一個酸有幾個清理者 所以我要寫乘1 然後旁邊就是 鹽酸濃度成鹽酸體積是大 乘1 要體積自己 一個鹽酸有幾個清氧根 數學算完一公升 所以是1千 乘1千 這就是我們的計算 方法就是 心理脂末數等於清氧根 理脂末數 就是在算末 要注意的事情是 一個酸會有幾個心理酸 一個鹽酸會有幾個清氧根 OK 下一題 可以曾問鹽酸濃度 做法跟前面完全一樣 只有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剛才的位置數位置在 體積 現在的位置位置在濃度 所有位置數位置不一樣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一樣 OK 請問你這樣是多少勒 這樣是多少勒 停車站接混 這樣是多少勒 28 0.4 你坐下 剛剛講過的就是 氫離脂末數等於清氧根 離脂末數 但是要注意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脂 一個鹽有幾個氫氧根 它都是一個 所以就乘1就是我要的 就是鹽酸的末 乘1就是氫離脂的末 氫氧化那末數 乘1就是氫氧根的末 因為它都是一個 然後怎麼算末 剛才講了 末濃度乘1容易體積 然後呢 就是往裡面帶吧 好 但要注意要把豪森換成公升 豪森換成公升 然後呢 就往裡面算 劣勢 濃度乘體積 也一樣 為什麼寫乘1 要知道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脂 一個鹽有幾個氫氧根 所以我要減乘1 然後就是數學 算出來只有0.4大M 0.4大M OK 好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 給的是硫酸 我就直接明示你 重點就在那個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脂 一個鹽有幾個氫氧根 重點就在那句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脂 一個鹽有幾氧氧根 計算方法還是一樣 氫離脂墨數等於氫氧根離脂墨數 一樣 但是要注意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脂 一個鹽有幾個氫氧根 來 停車戰界問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 14號 14號 8 28 100 100 到底哪一個 100 一直換 一直換 一樣 氫離脂墨數等於氫氧根 一直墨數 但是要注意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脂 一個鹽有幾個氫氧根 有酸H2SO4 有兩個氫離脂 氫氧化鈉 NAOH 一個氫氧根 所以你算出來的酸的末數要乘幾 要乘2 減了末數就乘1 那怎麼算末 一樣 末濃度乘以容易 體積 然後呢 一樣 要把毫升換成公升 然後就濃度乘體積 濃度乘體積 但是呢 硫酸是0.1的濃度 體積0.1公升 那是要乘2 因為前面算出來的是硫酸的末數 要乘2才是氫離脂末數 那右邊就乘1就好了 那減就是一個 乘1 後面就數學 算完 答案就100毫升 這就是讓我們去算 酸減中和要多少的量 就是低一定的時候要多少量 一樣的意思 重點 氫離脂末數等於氫氧根離脂末數 注意 注意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脂 一個鹼會有幾個氫氧根 這就是我們所做的酸減中和的計算的練習